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倫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波吊主我的綁法 還有如何去配重你的吊主 我又跟東哥 定製了一顆阿波對吧 為什麼會做一個一樣造型 倒折的競技波 最主要是我兩個新的要求 第一個是大家有注意到 我這個新的阿波它是消光的 它本身不太會反光 因為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有時候 好像是因為它的漆太亮了 所以造成我在鏡頭上面看 我人看是不會很清楚 但是鏡頭上面看的時候就是會 發光不太銳利 所以我就問他說能不能做個消光的 我試試這樣子 另外還有一個不同的就是頭 大家可以看到紅頭的部分變短了 白色的區域是沒有變的 位置沒有變 紅頭的部分變短了 每個試過我阿波的人 都建議我說能不能再配得 敏一點 但是配得敏一點的話 就是會讓我這個白色區域 幾乎是沒有作用 因為我之前講過無數次了 就是我希望水波 水線是在白色的區域中間 然後載幅載成載幅載成 如果有微訓的話 紅頭吸下去這樣子 原本的沐印也是很亮 但是有時候在水底下的時候 會有點看不太清楚 所以反正既然都要再重做一組新的 我就請東哥 小東師傅幫我做了一個 就是我說我要最亮的 超級亮的木印 剛好趁著這個配線組的機會 就剛好入個一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阿波線組目前是怎麼樣 我現在的配置是這樣子的 半豆 阿波 卡拉半豆 半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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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光珠 木印 閃光珠 半豆 下面就是直接用快別 這種 R角快別去勾天平 在開始之前 我要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一整組的線組 哪一些是有浮力向上 哪一些是沒浮力會沉 哪一些是無所謂 它不浮也不沉 那我現在就直接實驗給大家看 我現在就把新的阿波丟下去 還有木印丟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應該看得見吧 不管是木印阿 或者是阿波阿 浮標本體 都一定是浮起來啦 搓下去浮起來 我們的天平 加紫線丟下去 好 有沒有看到 我這盆子已經選很大了 可是你看 天平整個是 看得到嗎 整個是大裡的水底 整個是沉下去 完全浮不起來 所以配重呢 基本上來講 就是拿有浮力的東西 去背沒有浮力的東西 其他的部分 好像是線 還有擋痘等等的 那些呢 比較偏向於是 沒有什麼浮力差別的東西 有的人 他上面會有很多的 不只是一條木印 他可能還有發泡的球 他有可能原本的浮標本體 浮力值不夠 他沒辦法背其他下面的吊組 他找在下面 就是增加木印 增加他的浮力往上 我習慣用的母線是PE 1.0的 因為他目視度非常的好 然後呢又不會Q 我用過1.0的 我也用過0.6 這一次為了拍影片給大家看 我買了0.8 打開 最近呢好不好 愛掉 他現在也直接做一個 阿波的浮標配件組 這樣子 裡面的就有兩套的 卡拉棒豆 還有他的一些 就是太空豆等等的 你可以直接開了就用了 很方便 35塊而已 修 他的卡拉棒豆非常的緊 我從來沒有用過這麼緊的擋豆 他幾乎是不會跑位 不管是之前我換成0.6 或是1.0 都一樣超級緊 所以卡拉棒豆我覺得是個很不錯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呢 新的吊組呢 就配起來了 接下來呢 就是綁下面的快筆 如果你是PE的話呢 我不太建議你呢 就是這個線頭呢 留太短 好像這樣有點過長 你可以剪一點掉 但是呢 不要完全的剪太靠近結 好 因為他的PE會 開花會毛掉 這些結呢 該怎麼打 好不自己去看youtube 好啦 因為我也是看youtube上面 其他人分享的 我就把它學起來這樣 就打起來囉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只完成了一半 我們接下來呢 還要再去吊架場做配種 一般來說 最常見的就是這個 鉛片 單純加重的東西 它是軟的 可以剪 很好剪 那就是你剪一個 你覺得差不多的重量 那還有這種 好 這新手都會有的 對 我當初也買了一盒 咬籤 咬籤的話很簡單 它是有分號數的 輕到重 小顆到大顆這樣子 很萬用 你在配種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把咬籤咬在線上面 在這邊先跟大家講 講一下大概 那我們等一下呢 鏡頭一轉 我們就直接去吊架場 配給你們看 OK 鏡頭要轉了沒 轉了齁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到吊架場了 好不好 就開始做配種的動作 別忘了把所有線組上面的東西 都掛上去 我會全部都把它拉得比較靠近一點 因為配種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線組是不能夠 觸底的 因為你觸底之後 你原本的重量會被底消掉 你的這個水線就會不準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把它這樣子 全部的先掛上去 看一下它現在的水線在哪邊 那一開始我們在測的時候呢 就是盡量不要丟在水泡區 先丟在平水區 那剛剛丟下去的畫面 盡量捕捉了 大家看到嗎 它大概是在這個 就是我的藍色這個邊啊 那我這一顆呢 阿波的設定呢 我是希望在比較靠近紅頭的部分的白底上面 所以我就要來剪鉛片啊 我會剪就是長型的 因為鉛片是要繞在鉛片座上嘛 你如果剪得太方 或剪得不夠的話 長度不夠 你沒辦法繞啊 一開始的時候 不用太care它 漂不漂亮 因為我們是要它的重量嘛 所以就先捏捏 先夾著就可以了 等到確定是這個重量之後呢 我會盡量把它繞得很美觀 就是不斷的修小 然後一直的不斷的測試 現在這個浮標的配重就在我愛的位置 水線呢在白色區域的一半 快接近紅頭的部分 紅頭呢 在這邊載浮載成載浮載成的 這是我喜歡的一個配置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縣組呢 丟到水泡區裡面看一下 它會被水泡區剪下去 到什麼程度啊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還不算是完全的配動完成喔 你實際上呢 還是要就是稍微做掉一下 去看一下它實際上 因為我們都在旁邊側的嘛 那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拋遠 拋近看 也會有一點差別 所以我的話呢 我就是會開單 然後做掉 邊調的時候呢 再邊調整這樣子 那這個配重呢 好不好 每個人配的感覺都不一樣 所以就參考參考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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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本身呢 是非常的棒 就是它完全的訊號的呈現 是我想要的樣子 可是 木印的部分表現就非常的差 丟下去根本就隱形了 對 所以我想要就是換成那種金屬塗裝 好 這幾天我去調具行的時候看到 展印有出金屬 好反光的那個金箍棒 嗯 大家有沒有用過呢 哪一種木印呢 好 我不要發炮的 發炮 看起來有點不開心 好 所以大家有沒有用過哪一種顏色的木印呢 是你覺得 木適度最好的 好 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那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目前的一個阿波的一個配置 大家呢 對於阿波呢 吊足呢 有什麼想法呢 意見呢 好不好 歡迎底下留言 不僅跟我分享 也跟各位吊友分享一下 對不對 大家都希望能夠吊得好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加按讚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好啦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就是錄影的時候都落賽 然後就是沒有錄影的時候 掉的還不錯 還是想把這個結果呢 好 跟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戴眼鏡有差啦 我平常就是錄掉下的時候 沒有戴眼鏡是戴影型眼鏡 但是呢 就沒有閃光矯正 只有近視的度數而已 所以我也覺得 看起來微訓有差啦